哈喽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欢迎到表格2线上最新的无线金条的方法还是非常的有效率的 不得不说和朋友在这里互打脸啊 还是非常的好玩的 你们知道有一种东西呢 叫做每日挑战啊 每日挑战呢 每完成一项都会讲理一些金条 对不对 那么呢 当你持续完成这些每日挑战 它会有加倍的金条奖励 那么呢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呢 就是靠每日挑战来无线刷金条两分钟一次 特别的快 首先呢 假如你的每日任务的其中一项呢 是收集拷牌的话 那么呢 你就有福气了 就可以刷无线金条了 这个截图呢 是啊 昨天2019年12月31号 昨天的每日任务超级简单的 接下来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了啊 这个每日任务呢 它要求收集三张卡牌 而你呢 只需要收集两张 也就是让它的状态处于二分之三 差一张就完成这项每日挑战 那么呢 第三张怎么拿啊 马上就告诉你们 好的 现在你们可以看到我上面有个宝建一堂 接下来呢 打开菜单快速加入故事任务待命 然后末数两秒 一 二 然后拿起这个卡牌 然后就在这个界面等着 不要动 待会呢 你会转到一个加大的界面同时呢 你还可以听到一个营销就是已经收集了这张卡牌 而且你还拿到了这项每日挑战的精挑奖励 但是呢 你实际上并没有完成这项每日挑战 你可以放心 接下来它就会黑屏转到另外一个界面这个时候就赶紧打开设置 网络设定 把这个网络给断掉 然后再重新上线 每个平台的断网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PCPS是Express 我断网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好的 我们上线了之后 赶紧返回这个游戏 它会提示我已经断线了 所以说我们再重新上线一次 当你重新上线了之后 你会发现你已经拿到这项每日挑战的0.2金条的奖励 同时呢 这项每日挑战呢 还处于三分之二的状态 也就是差一张完成这项每日挑战的状态 那么你就重复我刚刚的操作 就故事任务待命 拿起卡牌 断网 上线 再重新上线 这样就好了 基本上2分钟0.2金条 那么呢 10分钟你就可以拿到一环金了 那么呢 这是最基础的 如何让这个收益最大化呢 你只需要坚持每天签到做每日任务 你也知道连续完成每日挑战的话 会有加倍的金条奖励 这样的话再配上这个bug 你就可以刷很多金条了 那么呢 多的卡牌呢 你还可以买给那扎夫人 还是很赚的 对不对 视频左边这个地图的地址呢 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简介里面 这个地图呢 是最正的啊 国外的网站最原版的收藏家的地图 但是呢 在上次更新了新的职业 也就是亮九三的职业之后呢 二楼新加的脚本就是打热了这些day one day to day three的收藏品的位置 也就是混合型的 就是你同一天会出现day one到day六的混合的收藏品都在地图上 不过呢 你们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网站的制作者呢 他已经找到规律的已经更新了地图的位置 所以说你们可以放线的去收集收藏品了啊 位置还是相当的准确的 那么呢 接下来我给大家翻一段实况 在最久的状态下与其他玩家互动啊 什么互动啊 打你吗 对对对对 安逼 欺负一个 我操 这么狠 我操 shooting 她那个户要掩摑的 他的弯会有什么作用 那个户有什么你 chang 那上面那个户上着 体商有什么质用 我操质有一个竅舞呢 他是女人 知道 他是女人 欸 我不可以動了 我欠揍啊 好啦 好揍 好 好吧 我们去做些任务 就是生荡树 还是很漂亮 我希望这个生荡树我们一起在这里 好的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 获取最新的欢迎到标课二线上最新的攻略解说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